隨著年齡的增加 人是會自然出現一種體味的問題 就是老人體味 這些味道是源自於皮膚老化 但是有些比較肥半的人 其實很容易年紀輕輕就開始有味道 這些一切的問題都是跟你的內臟脂肪息息相關 但是怎樣擺脫內臟脂肪呢 其實有四招可以一起看看 第一,運動 運動可以燃燒脂肪 所以大家想到減肥、減脂 都會想起做運動 每個星期至少做三次運動 就可以減慢你內臟脂肪的生成了 第二,飲食 當你吃下去的熱量長期少過消耗的熱量 久而久之就會變瘦 同時也會消除到內臟脂肪 第三,睡眠 其實睡眠不足才是現代人最常忽略 並且造成肥半和內臟脂肪的原因 發現每天睡覺少於5個小時的人 比起至少每天睡9個小時的人 增加45%的機會來患脂肪肝 第四,壓力 當壓力尼臨的時候 身體會分泌壓力賀爾蒙皮質酸 但是過多的皮質酸 對身體來說是毒藥 所以有壓力的時候 可能會間接造成內臟脂肪的問題